女星小甜甜上週遭前夫指控虐狗 昨日就開直播與網友分享 我被他控訴跟我覺得自己被磨黑的地方 就是只有虐狗 那我覺得應該就單純放我虐狗這個部分 那虐狗這件事情就是真的真的真的沒有 不但多次強調沒有虐狗 還向前夫喊話 求你放過我 他也在直播中提到和謝忻的往事 陈怡隨即在臉書發出與謝忻的長篇對話 謝忻坦言真的不想再跟他有任何交集了 這也讓小甜甜加入戰場 在臉書隔空嗆聲 多年歸密情就此鬧翻 小甜甜在直播提到 2015年曾把愛權拖給好友謝忻照顧 送到受醫院人回天伐樹 對話中謝忻火爆回嗆解釋當年實情 我不知道他昨天講這件事 是想轉移焦點讓大家來找茬 把他狗羊死這件事 他一直強調他問心無愧 晚上都是我拔屍拔尿 還是我把狗羊死 也指出小甜甜確實精神有問題 謝忻認為非常荒唐也有部分難過 他在臉書發問坦言 不論動機為何這不是事實 這個鍋我不再背 我其實以前也跟他不錯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不留情面 更提到王上緯名子 讓這場姊妹戰爭莫名捲入第三人 謝忻後來也對他標髒化造成不良事 犯向大眾致歉 坦言是他修養不到位請大家見諒 原本在演藝圈的好閨蜜 真是在檯面上真是撕破臉 只能說事情好複雜啊 是這裡 是這裡 有零 有零 就是這空 是有零 是在零 他們有專門看 他們有認識 真的 都這是 是